放饭咯 快点啦 把豆子吃的啦 快来吃啦 大家快来吃饭了 台下都在吃饭咯 要冷气了啦 快来哦 故事年年有 这里特别多 欢迎收听 一同化家床 大家吃饱了吗 我们是热线家庭小组 我是Ken 我是Kakami 我是巧克力 刚刚是不是有点那个 我说那个 收听 已经跑掉了 一同化家床 是哪一国人 今天变外国人模式 我们是那个嘛 今天也是同志下午茶 对对同志下午茶 不知道为什么说出来 有点害羞 我现在蛮尴尬 也不是下午茶 然后 好 没关系 反正我们今天 也一样要聊电影 对 我们要聊的是 谁先爱上他的 我刚刚一直以为 只有谁先爱上他 好像有的 有的 对不对 最后有个的结尾 那巧克力 听说看了两次 对不对 对 我觉得 2018年第一次看 跟就是最近在看的话 就是心态上面有蛮不一样的想法 等一下可以再慢慢的细聊 所以看起来他应该是这边目前 算是比较熟悉这部片的人吗 那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吗 可以 所以先爱上他的呢 这部电影 他主要故事是围绕在一对男同性伴侣 其中一位伴侣叫宋振元 然后他是一名大学教授 然后他在一个音缘际会下 在一个音乐剧的舞台认识了 他的另外一位伴侣 他叫高玉杰 阿杰这样 阿杰 嗯 很帅 求责 也很有身材 钱财 然后 他们两个就是 看似外人眼中模范的伴侣 然后好像会甜蜜到最后 殊不知呢 因为他们年龄上面有一段差距 就是宋振元 他比较年长 然后呢 他就是对于外人的眼光 他会比较care 所以呢 他就是决定说 我想要变成社会期待下 一个正常的男人 所以呢 他就是跟了我们的女主角 刘三连 他有结婚 然后也有生下一个儿子 叫宋承熙 嗯 对 然后 故事的 故事的走向呢 就会慢慢从他的家庭 然后延伸到整个社会 然后 可以探讨的议题 我觉得也蛮多的 嗯 我觉得他刚刚的叙事还蛮 就是 怎么讲 就是他还蛮像那个 他是从 有点像从后面讲一下 因为其实 整个故事的开头是从 我们的角 有点像观众的视角是 呃 儿子宋承熙 他是 他是 是他在叙述那个故事 然后开始了这段故事 所以一开始大家 我觉得那个 标题 那个电影的标题 谁先爱上他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扑朔迷离的事情 就是一直到结局最后才揭晓 是谁先爱上他的 我也觉得蛮特别 就是从那个小孩子的眼睛 然后再看大人们发生的各种事情 对对对 蛮特别的 对 然后也要提醒一下 接下来可能会爆雷 所以 大家可以先看完再来听我们聊聊 刚好爆差不多了 刚好爆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也解开了是谁先爱上他的这个谜 然后 也大概知道他跟 对对对发生了什么事 也五年前电影了 五年前了 有一段时间了 老好快 对算是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 基本上今天呢就是会以三个主轴来 聊聊这部电影 第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那个宋振远 他迫于社会的期待 然后离开了阿杰 组成了一个 我们怎么讲 就是大部分人眼中正常的家庭 迫于无奈组成家庭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在以前的那个时代 还蛮常有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 我们自己的看法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想要聊聊 刘三连这个角色 妈妈这个角色 因为他在电影里面其实 被塑造的很歇斯底里 然后为了小孩可以做出 非常疯狂的事情 但是小孩又没有很喜欢他 就我觉得这个 超级控制狂的妈妈 对对对 我觉得未来会那样 没有啦再看看 请以此为借金 我再看看 反正这个刘三连的角色 角色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 身为家庭里面的小孩 应该也都很有感触 可以聊聊 然后最后呢 刚刚巧克力也没有提到的是 有一个阿杰电影里面 其实有出现阿杰的妈妈 然后他们的互动 其实在电影没有很多 可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没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聊 关于怎么讲 就是阿杰跟他妈妈 他们彼此 对彼此的那个想法 跟他们心境的转变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聊聊 那个空白的地方 yes 那首先呢就是 来聊聊这个嘛 正常的家庭好了 你们觉得宋正远这个角色 如何啊 我这样不会问太广了 你说如何是讨不讨人厌 或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你们怎么看这个人的 就是因为他 怎么讲 我自己的感觉啦 就是 虽然他 我觉得一开始啦 假如我 我如果没有什么 怎么讲 不谈他的时空背景的话 我会觉得宋正远是个 罪人 就是 我觉得很讨厌嘛 对 也不是讨厌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 背负了一个罪 罪名 而且他一次也害了两个家庭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点像这样 他跟 他跟那个 因为其实他跟阿杰在一起之后 然后他离开了阿杰 等于是他又伤害了阿杰 然后他要去跟刘三连组成家庭 但是他最后又还是选择回去阿杰身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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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于是他又再次伤害了他之前组成家庭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嗯 不提他发生了什么事 或是他在什么时空背景下长大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 最开玩笑 可是那个年代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因为像我 我认识有一个 好 我不知道大家能讲多少 反正 反正我认识一个 就是一个老师 然后他在外表底下 大家也会觉得 他好像跟某个人 就是某个女生 一直都有一些亲密关系 然后大家都认定他 跟那个女生有在一起 但本身他其实是个同性恋 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有 算是三四个好朋友 然后他们就是组成一个 算是同志朋友圈吗 反正他们就互相照顾彼此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 就是说什么同志婚姻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但是他有个固定的伴侣 只是他在外表形象的时候 我不知道多数女生 也会认定他跟某些 其他女生 可能有一些亲密行为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想要让别人觉得 他在别人眼中 是正常的形象 虽然说就是 我很常呛他就是gay 但就是 他就是很坏事 这好像很糟糕 但他很常会想要 装成自己 就是很阳刚的形象 他是故意塑造出来的吗 跟女生互动 也是故意塑造出来的 我就没有到故意塑造 跟女生互动 可是我觉得他会有个 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不能太娘 然后他本身 太娘 他本身就是 明明看得出来 还有一些行为举止 就是蛮gay的 但他会尽量避免 做出这样的行为举止 然后他本身又大概五十几岁 然后他自己也跟 他自己的原生家庭 基本上是没有讲开 就是连讲自己的婚姻状况 或者是感情都没有讲 然后就一直维持在一个 模糊地带 感觉他是想要 受造他权威的样子 所以他不能表露太多 可能阴柔的那一面 给大家看到 对也是 然后但他又不想要 让大家觉得 他本身有这个角色在 所以他很努力地 想要隐藏他 可是大家又 基本上知道 但我不知道 很多女生就喜欢他 然后就是一个 就很常就有人问我 说他怎么样 我就说他是gay 不然像这样 什么意思 所以他的伴侣 也知道这件事情 你说塑造自己的形象 这件事吗 所以那个 他有伴侣固定 就是一个伴侣 这件事情 那个也是他塑造出来 没有 他有个固定伴侣是没错的 他们其他人也都知道 可是他们在 就是那个 那个老师在表达的时候 他会尽量让自己 维持一个 就是异性恋的角色 就不会让自己 去扑到自己有伴侣 或者说自己私生活 什么之类的 就算别人问 他也会尽量避免 他就是有一种 就是那个年代 基本上对于这种事情 就是会尽可能保守 甚至就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是算是相对公开的出柜 然后 他就会对这件事情 很反感 他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的 就是让社会知道 你是谁 为什么不好好 在私底下 做好自己就好了 我懂你意思 对 就这件事情来说 我就觉得听起来 就跟那个 宋长元那个角色很像 是他就是很希望 维持一个 那个年代当下正常 和谐 对对 然后正常的形象 不想要造成这样 不要说破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对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像Ken刚刚把整个 因为他你身边 嗯 不知道那算不算 算不算 反正就是你有提到 认识的那个人 他就是 那个年代成长的人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 是电影没有把 就我觉得电影的角度 没有把宋政远 他为什么 不讲清楚 对 迫于 必须要组成这个家庭 他他是有 他以前可能有经历过什么吗 他被教育成什么 或是他有曾经 因为 呃 不小心曝露了 自己的同志身份吗 还是什么 而 而被其他人 赋予这样的期待 或者是 呃 还是说自然而然 就是可能他的父母 就是要跟他说 欸你要结婚啊 你要跟女生结婚 这件事情 所以好像没有 讲太多 从他的角度讲太多 嗯 所以在我看来 假如 我觉得那 因为刚好 当然我是 就是我会 能理解是因为 我知道他们那个年代 或者很多人可能知道 他们那个年代 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但是假如我不知道这些 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话 我觉得我铁定会觉得 他真的是 大概是 对 整部电影里面最渣的人 对 有状况就回去 突然觉得要做自己了 对 对 有点 怎样 我虽然不信心做啦 但是就是怎样 他是也太模糊不定了吧 是 你原本想讲什么星座 双丝吗 有双丝说 不会这样吧 风向星座吗 风向之类的 水平座还什么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嗯 嗯 他就突然跟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三连说 我痛心练 然后突然讲 对啊 为什么突然讲这件事情 突然搬走 然后突然讲 对 他的很多 有关宋正人描写的地方 我觉得 比较可惜 就是没有从他的角度 讲太多 因为真的几乎都是 而且我记得那个 那个片段就是 宋正人跟他的妻子 有三连在互动的 那个过程 也几乎都是用 回忆的方式 哦 所以就变得有点 不是当事者视角 然后就 啊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但是 还会不会有人就是 因此就觉得 那个年代的人 很讨厌 对对对之类的 我是觉得 真的少了一点描写 就我觉得他这个 角色很重要 可是 没有把他 刻画的很明确 所以 每次在看的时候 就觉得说 他就一个 超俗的 为什么不做自己 对啊 而且他竟然就是 一开始跟 就是不顾别人的眼光 就跟阿杰在一起 就也有点像师生恋吗 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嘛 对对对对 然后 就是 阿杰那个时候 看起来应该也是 大概二十几岁 就是 对 年轻人 然后 就是 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他心境转折 是怎么立马转到 我决定我要跟一个女生 然后就是 结婚 然后生小孩 对啊 有点好奇 就少了一个什么 对 有一点 然后 也想知道 为什么他最后又选 可能这边 比较好理解 就是为什么他最后 又选择回去阿杰 那边 就是会有种 阿你们不是就是 原本就 还是我有错过什么 我记得剧情里面 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 他没有特别提 我记得他就突然说 我是从心内 然后 他想要回去 他是不是因为他癌症 还是什么之类 突然觉得自己没有时间 他要做自己 这个就是 这个也没讲到啊 可是 我又觉得这样有点讨厌 你有癌症 之后才决定要做 把自己团 我是病人 我任性 我要找谁 我自己找他 对对对 我觉得 可以理解他可能有他的压力 然后他可能 因为他那个年代 他的父母 有这样要求 你知道就是 可能到了30岁吗 我不知道男生 以前那个年代 大概到几岁会被 后遗传综接代 对会被问这件事情 至少我现在目前还没有被 问到这些啦 可是就是 可以理解 可是 我觉得他的行为吗 就是他的行动 有点太草率了吗 回到那个角色本身 我觉得那个年代 确实蛮多这种 假结婚或什么之类的 真的蛮多的 我自己在教育软体上 就看过几个 就是 自我介绍上 不是会写那个吗 移婚 对然后可能 但说明他想骗炮 也有 灌名 那个爸爸的身份 喜欢爸爸的人 就会 对对对对 很难说 结果我觉得应该 给我看一下你儿子照片 你要这样测试是不是 还是配偶兰 这我看一下 真的是爸爸吗 是配偶兰 我真的觉得 相片泡很多 我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因为我想说他就是 他也没 因为看到照片 通常那种就是没露脸 他不想要被 看到他想要 对我就自然而然想说 哦那应该是 叫软体 他的脸是一片黑 对对对 应该是真的 你还是小心一点的 会不会是真的 没有这种我不会划 我对爸爸没兴趣 他爸爸很有趣 也有钱啊 然后直接 Sugar Daddy 对 他们是 我就是 好下一个 没有想解释太多 就是不会划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 就是万一他真的是 已婚的话 又没关系 我被爱的才第三者 然后我觉得我们 你的角度完全是 道德感会有点 怎么办 你两个人道德感太重了 不会爱的才第三者 就要赶快切一切 你好像阿杰哦 感觉阿杰就是会 讲这种话的人 会吗 阿杰我觉得很专情 可是他可能 对刘三连的想法吗 对对对对 他可能在之后会觉得 像他什么谁 我记得他一开始 一开始刚开始那一幕的时候 刘三连跑进他家去 乱他 就是因为 他们刘三连跟 那个 阿杰其实因为那个 保险金 他有这件事情在吵嘛 然后 所以刘三连就直接闯到阿杰家里面 要跟他讲说 那个受益人填了你 这样子跟他吵这件事 然后我记得不是 阿杰的手机 铃声 手机响的时候 那个铃声是 他老公 就是送证人 一段录音 老公 电话 接电话 老公 接电话 的那个声音 然后他们就有点在争说 你看 现在谁才是老公啊 有在屋内 刘三连的脸很绿 对 我就有种 一瞬间听到你刚刚那样讲 我就觉得 他感觉那个时候会说 谁才是小三 是那个感觉 对阿 可是我觉得最乖乖还是那个 还是宋真 搞这么多名堂出来 对 然后变成 可是我就回到那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刘三连一直都知道 自己不是被爱的那个人 我觉得确实 对阿 我们可以刚好聊聊 刘三连这个 最后回到那个点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自己才是不被爱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知道 自己保险金 应该 不该拿吧 我觉得啦 因为 最后不是有荧幕 是那个 那个谁啊 他直接打电话给刘三 是刘三连吗 然后就说 那个 宋真连最后一面这件事情 等于说 之前其实宋真连都是他照顾的 那其实那保险金 应该就是他癌症 或什么之类的 死前的那保险金 所以 照来讲 那个刘三连 应该也是知道说 其实在死前照顾他的人 不是自己 可是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所以等于说 他必须 我觉得他去争取保险金 这件事情 想要争取的是 最后 那个 刘三连 不是 宋真连 最后 应该是爱我的吧 为什么连最后这一份 请都不给我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 他应该还有一个 就点像最后的挣扎 对对对 他有点想 房子都给他的 还要想怎样 对才想要证明说 我才是他的老婆 我才是他的伴侣 那种 而且而且他好像是 他第一任或什么之类的 感觉他之前 也没有什么交往关系 他就是那种 道德感很重的女生 就觉得说 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碰到一个男生 然后有兴趣 然后之后才去 开始接触什么之类的 他投入的很多 然后本身投入多之后 有些人就期待 有所回报 所以他就是很期待 怎么样 那个男的应该是 会陪我走到最后 没想到他在中间 就突然离开 这个后半段有一幕 就是他在庙里面 然后就是 声泪俱下 然后他就是 看着神明很无奈的说 难道就是 我在宋正远的心里面 一点位置都没有吗 一点爱都没有吗 我就觉得 他是 就是真的很渴望 被宋正远爱 或者是渴望 真的一个名分的感觉 我觉得刘三连 就是反而 跟宋正远相比 他就是 他们 我觉得他就是在 同个 身为同个时代的人 但是在电影里面 被描写的比较好的 就是我们同时 看到他讨厌的一面 可是也知道 他其实也算是 这个 这一段婚姻 这个社会期待下的 牺牲者 就是他为了 就挺像是 因为大家期待 男生应该要 跟一个女生结婚 而导致 宋正远这样子的人出现 然后结果 不小心让刘三连 变成了一个 怎么讲 最后变成了 不被爱的第三者 感觉不是 就是有种 对他讨厌 但是又没办法 完全讨厌的那种感觉 就真的觉得他很衰啦 对 蛮衰的 他真的应该多拜拜 可是好像没什么用 因为他每次经过那个庙 然后都会拜一下 但好像那个剧情 就没有因此好转 对 可是我说他拜完之后 才更认清自己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才是那个第三者吧 甚至也不到第三者的角度 他就只是一个备胎 怎么讲 不是备胎 就是他就是 宋正远为了证明 他是正常人的一个牺牲品 这样的难听一点 对 有点是被利用的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电影里 也没有特别提到说 就电影里也没有特别提到说 宋正远到底是不是 爱这个女生的 就因为他也没特别提到说 他是不是双啊 还是什么 就是单纯 他就是只有提到说 他想要组成一个 正常的家庭 想要娶一个正常妻子 他才去跟刘三连结婚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有一幕他不是去领包裹吗 感觉那个时候 他就是可能有一点觉得 我要做个正常人 所以刚好碰到这个女生 然后这女生对我有点倾诉 然后我觉得说不定就可以在一起 那我倒不过 我也做一个正常人 然后就想试 跟这个女生在一起 对 有可能 那边我记得有描写一下 就是那个原本是 从刘三连的那个回忆 想起他们碰到 我就发现他们碰到的那段 真的是很少 就他们倾诉的部分 真的是少之又少 拿个包裹之后 也很美了 拿个包裹之后 已经到结婚了 直接跳到 对对对对对 我还记得拿那个包裹 就是那个风铃 对反而好像 阿杰跟宋正远之间的 情愫才真的比较好 故事对 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 感觉他真的是一个牺牲品 对 为了这个 刘三连 不是为了这个 宋正远这角色 牺牲了将近十几年的时光 然后甚至养了一个小孩 很衰 超衰的 女人要看清楚 自己喜欢的男人 但是不是gay 能打炮也不知道 还是gay 他们也要有那个 雷达是不是 对请多交一点同志朋友 结婚前 让那个 那个姐妹们 帮你们审查一下 你的老公 究竟是不是爽 还是 可是你这样审查 听起来好像 帮他做些什么才知道 确实 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对男性硬呢 好像很难说 确实啦 有可能 对而且有可能 就像我说 有可能他是爽 但是他可能后来觉得 喜欢男生比较多一点吗 之类的 然后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很多原因啦 所以我觉得不能把 一辈子放在一个人身上 说实在是 但我没有说 他完全开放式 但我一直说 只好他能清楚 就是 对方的 你要 所以你真的很清楚 这个 对对对 我觉得 虽然也很难 记错可能 maybe后半辈子 在他身上 你要想清楚 对 而且我觉得刘三连他 比较特别的是 我觉得因为他 已经有了小孩了 我觉得这件事比较 怎么讲 就是我觉得他 从电影里面 可以看到他放很多期待在 那个宋晨曦身上 小孩身上 然后 然后怎么讲 因为他们家 就是一家三口嘛 然后 因为电影中间 那个小孩他 宋晨曦跑去了 阿杰家住 然后他就是为了 想要问出 保险金的 去向到底 在谁那边 然后他想知道 阿杰是不是一个好人 对不对 我记得有这一段 然后就感受得到 那个 妈妈有多崩溃 你知道吗 就是 家里面 一个男人 跟着 先跟这个 这个人跑了 然后接下来 我家里剩下的 唯一一个男孩 男的 我的小孩 也要跟着这个人 走了吗 生命中 两个重要的男人 都跟阿杰 抱后了 我觉得那个 身为 那个 就是我们上一代 父母的那一代 的人 我觉得那个 应该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 是非常丢脸的事 对 我觉得就是 他心中的那个 对社会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描写那么多 社会 看他们的眼光 可是比较多的是 就是那个刘三连 很衰的 以下 男人跟另外一个男的 跑了 然后他就 他的小孩又被 那个男的也 带走 你就会觉得 他大概能怎样 可是我觉得 他那个时候 慢慢的又释怀 就把 办法把东西拿过来 什么之类的 就他其实也有 接受小孩这个决定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 就是有点突然的 就是 他开始接受 这小孩的决定 甚至那小孩子 闹自杀 就决定了这一切 但就至少 那个转变等于说 他其实 还是有慢慢的 想要去 了解这个小孩 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像那个时候 不是阿杰桌上 有放一本书 然后那个 他就进来 然后打扫家里 然后他就把那个书 就是怎么样拿起来 然后你说 什么什么 然后你看又那么乱 要碰他 对对 要碰他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那个是小孩看的书 他其实也知道说 有些东西 是小孩的 他又想要 慢慢的去 放手这件事情 就让小孩自己去成长 可是我觉得 刻画的 也没有到那么的 完全吧 就是那个放手部分 可是我觉得至少 他去接受小孩 住在阿杰家这件事情 就慢慢的有 就是 放开自己的控制权 然后之后陪小孩去 看那个表演也是 就是 试图想要去理解小孩 到底想要表演什么 他最后那个鸡排也是 就最后一起吃鸡排 就原本他死也不吃垃圾食物 他原本是吃草的 他最后要健康食品 最后还收在 获胜的是鸡排 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我觉得那个转变 确实好像没有 感觉到太多 对 可是就至少 我觉得 如果回过头来想 这个角色的心境 就可能是 从原本不接受 到后面的接受之后 试着去 跟不同人相处 因为我觉得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不去谅解其他人 变成 他一直把所有责任 放在自己身上 没有想过说 有些事情是别人 造成的问题 不论是那个宋三远 或者说那个小孩 宋志远 宋志远 或者是那个小孩 就是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有些事情是 他们要自己承担的 不是说 每件事情他做不够好 如果他做好了 别人就会按照 他的方式来做 没有这一回事 但我觉得很多家庭的 爸妈都这样子 就一直觉得自己 投入的不够多 然后做的不够多 了解的不够多 聊的不够多 然后是不是出去玩 玩的不够多 然后所以现在小孩才 慢慢的 变成 现在变成那个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妈妈最后的 我不具体没有很清楚 就是我其实看完 因为最后那一段 其实就是 阿杰他 因为阿杰他的身份 其实是那个剧场演员嘛 然后他们最后 其实有一曲 去看阿杰演的戏 然后看完那一出戏 然后走了几个跑马灯之后 就突然间 好像所有人都释怀了 然后我不 我不确定那个 那出戏 我其实没有很理解 那出戏带来的意义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大家在最后都放下了什么 因为 怎么讲 就是不管是 不管是阿杰或者是 或者是送那个刘三连 或者是他的小孩 我觉得他都是在宋正远 他的行为 他所做的所有行为之下 的牺牲者 但是 他真的很讨厌 对 但是这部电影却不断的 这部电影不断的在刻画 他们三个争吵啊 然后拉扯 争斗的画面 然后一直到最后 三个人就是 算是看似和好 就是有和好 或是他们的关系修复了 然后就会有种 他们应该 就是都放下 他们可能发现 其实 比如说可能 对刘三连来说 真正该 真正 就是 该讨厌的人嘛 就是 就是他应该要 他厌 就是怎么讲 就是 他讨厌的人不该是阿杰 或是他 他 口出恶言的 不该是他小孩 也不该是阿杰 因为 他们其实没有 他们其实某方面来说 也没有错 他们只是在 宋建人的行为下 他们没有想得这么糟 对对对 出现了牺牲者 就是然而 他可能 过去却一直 怎么过去 就是整个电影的过 电影却 整个电影却一直刻画 他们在争斗的过程 然后到最后 大家终于放下 我就觉得 这段 最后这个结局 某部分来说 还不错 但我觉得那个 那个戏 那时候他最后演的那部戏 串起来就是 因为那个是 阿杰跟宋 宋 宋志源 就是一起拍演的那部戏 对 然后还有再来是 那天刚好是 那个 白日 白日 然后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那个谁啊 93年才真的 意识到 他们两个的爱 真的是 就是那个 阿杰为了 他老公 做这件事情 然后 做了这么多 他们真的是 有个爱存在 甚至我觉得 那个时候 他才 就是 不是有透露 就是 阿杰为了 帮他换肝吗 换肺 换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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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地下前 对 地上前前前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这些事情 他只是不接受 他就是一直都知道 他们两个关系 一直都很好 可是到现在都 他到前面的时候 都还不接受 而是到白日之后 他才比较知道说 这男的到底为什么 要那么认真 排这部戏 就是为了一个 白日的纪念 纪念他们两个 然后 还有就是 去 算是 那个时候 才比较接受 他们的感情 是真的 然后 再来是我觉得 他小孩 跟他爸的互动 也是有点太少 我其实只有有幕 然后就是 他就是 跟小孩互动一下 可是 我觉得 那个小孩 最主要的 就是 家庭的成因 感觉还是来自于 他妈妈吧 就是那个 很急躁的个性 如果你今天 很急躁 然后每件事情 都一直跟小孩 说要怎么做 之后 我觉得他也比较不会 如果那小孩 本身不反抗的话 他就会尽可能去接受 然后之后变得 就是 想反抗的时候 就会很 就是 很 很激烈的反抗 对对对 所以 就感觉 那个时候是 小孩也比较了解 他爸爸跟这个 阿姐之间的关系 到底有多亲密 然后也是那个时候 他爸爸跟 阿姐的 就是 过往 就是整个串在一起 然后才知道说 过去 例如说阿姐做过这些事情 为了就是他爸爸 甚至在 癌症的时候 就是最后一面 还是阿姐 就是请那个 那什么 三连 然后到现场找他 就等于说 这边才串在一起说 原来 他们两个都 确实不是 最坏的那个人 然后他们也都 陪了他爸爸一阵子 然后 他 也接受了之后 他也就才知道 他妈妈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那么急 然后为什么觉得 每个人都不喜欢他 然后还想要尽可能做好 就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慢慢被刻画出了 因为我觉得那种角色 就是很像 就把索泽恩 自己单之后 然后 得不到别人的喜欢 然后就会觉得是 我自己又没做好 然后就会 变得更加讨人意 就很努力 想要做好自己 可是他从来没有定义过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他的自己都来自于别人 接不接受他这件事情 所以他一直没有 自己真正的生活 他的生活都围绕在别人身上 所以不论是他老公 然后他自己的工作 或者他小孩 他其实没有真的太多刻画 他本身这个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他所有一切都在 这家庭上的时候 这家庭 如果都已经开始 分崩离析了 他心里一定会难受 因为那就是他本来的全部 我觉得刘三连可能太急着 找自己定位在哪边 然后就是 太把心思放在 可能老公也好 或是孩子身上 但是他却忘记自己 他的定位是什么 然后就会 可能被别人左右之后 然后就会变成 大家唾弃的样子 可是可能 他就是慢慢的做回 可能 妈妈的角色也好 或是就是有想通 不要那么的传统思想 就是有点 融合现在的思想 他maybe 可能跟他孩子的关系 会再好一点 也说不定 他对孩子的那些要求 也是他觉得妈妈 应该要有这些要求 他基本上 应该也不会对自己 要求那么严格 或什么之类的 感觉他就是为了 在小孩面前 为了让他觉得 妈妈有在做些什么 为了让小孩喜欢我这个人 所以我要尽可能表现出 一个妈妈的要求的样子 而且我觉得有一部分 可能来自于 因为宋正元的离开 因为他当时 我觉得他是 我觉得他有一部分 可能有一种 我有一个人离开了我 那我接下来要更加的 留住这个人 留住这个 我的家人 对对对 我会有一种 这种感觉 觉得他应该有一部分 是因为老公的离开 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叫什么 小孩 宋晨熙跟他妈妈的互动 我觉得好像 有一点很像我的 有点像我的家庭 就是因为我 因为我爸和我妈 也是分局 他们算是离婚吗 就是名义上离婚 然后 我觉得我跟那个小孩 就是我看 我从小孩的视角看到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超有共感的地方 就是 超有共鸣的地方 就是 因为我爸也是 离开的那个人 然后留下我和我妈 还有我姐啦 就是在家庭里面 然后我妈就是负责 工作带我 我妈没有像 留三连那么的 歇斯底 或者那么的 就是 那个 怎么讲 就是火爆吗 然后性急这样 但是他也有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那种 normal版的留三连 但是还是会有 那些行为出现 然后我以前也会在 就我觉得 小孩的视角 我觉得有点像是 呃 就怎么讲 就是他 我感觉得到那个 宋晨熙其实是很 是有在顾虑他 妈妈的 然后他也同时 想要帮妈妈 找到 或是想要知道 有点像是帮妈妈 知道阿姐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好人 然后保险金 到底在谁那边 我觉得他感觉 有这个行动出来 只是 你知道小时候 我也刚好就是这样 我跟我妈就是互动很差 我就是 会有一种 你干嘛管我那么多 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同时也会有一种 呃 看着 我爸离开我妈 我觉得我妈其实 有一点 就是 怎么讲 就是 算是 讲可怜吗 就是有点能同 有点同理他的状况 就是觉得他一个人 这样很辛苦 所以就会有点想要帮他 在一些情况下 还是会想要帮他 可是又有点 就是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还蛮能感受到的 就是 我那时候也会 虽然我爸 应该是没有外遇啦 就是没有这种状况 但是我 小时候也都会想 就很急迫的想要知道 跟宋晨欣一向 想知道 到底是 为什么他要离开我们 为什么他 选择了 呃 另一边吗 就是另一个生活 然后离开我们家庭 所以我还可以理解 就我觉得 作为一个 宋晨熙的那个角色 我还蛮能理解 刘三连他背后的 状况 跟 作为小孩 为什么会 怎么讲 因为他在电影里面 很木讷 然后 有时候有点 也不确定 他到底在想什么 可是我自己 还蛮能理解 我觉得他应该 一直有 那个 我觉得他 目前的 当下的那个动力 就是想要帮妈妈一点 然后想要试着去 找出真相 那种感觉 就很像我小时候 我爸外遇的时候 嗯 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 一直跟 就因为我爸 很常就是出差 或什么之类的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对对对对 可是你就会有个 低丢感觉 是不是怪怪的 我也是 我以前也会在想这些事 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嘛 对啊 然后你就会想 想自探敌情 就突然觉得 就是那个爸爸 就已经不是那种 就是家里面的人 是一个外人 就想要知道这个外人 到底在外面干嘛 然后 因为我妈那个时候 确实也因为我爸的关系 然后为了照顾我 然后就把工作辞掉 然后就全程照顾我 这样子 但是我爸就是 真的很常不在家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 就是 真的是有个第六感 因为我爸去大陆出差 然后呢 还是要用中国 我随便 反正就是 中国 好 反正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 他就去天津吧 然后我就 突然觉得不对劲 他就问我妈说 他说 就是那个爸爸 什么时候回来这样 他就说 我不知道 他就说 出差会需要那么久吗 我就问他 然后我妈就觉得 应该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开始 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 出带机啊 你确认了第六感 你确认了你妈的那个 疑心 哦 我跟你讲 那边 花天酒地 哇 就觉得真的有问题 你知道吗 我还特别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天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我妈就搬过去一起住 我们就有个房子在那边 然后呢 我就住进去 然后之后呢 有一天 我也是个第六感 就突然醒来 发现我爸要出门 那个时候凌晨 然后他就说 乖乖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不知道我们讲过这个故事 反正就是 我就跟他说 我也想去看看 然后我爸就说 可是那个不适合小孩去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说 你不带我去的话 我就要叫妈妈起床了 因为我妈就跟他一起睡 他就说 那不然我带你一起去 但你不能跟妈妈讲 然后我就说 那你要买那个羊肉串给我吃 因为路上有 然后他就带我去酒楼 我吓死我 所以他真的是去那里 他就突然叫了好几个小姐 然后坐在那边当大爷 然后很爽 那你在干嘛 我就说 不要碰我 在吃肉串 没有肉串还没来到 你那时候已经是 可以叫男人的程度了 还没有 那时候还是四五岁还六岁 那太小了 对啊 我在那边就是很 可能性别认同没那么快 对啊 很吓人 我就不要碰我 那这些人是谁 阿姨是谁这样 然后回去他买肉串 然后我就边吃肉串 然后一走回家 然后就是 妈 你还是讲了 对啊 还是讲了 他们又大吵一架 然后就很尴尬 想说还是不该讲 然后就去吃我肉串 反正之后又离婚 然后又复婚 反正那个故事有复杂 对啊 但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就很体谅 就是那个 三点那个角色 静的那个 对 就是突然被抢走的时候 你就真的很不知所措 你会想尽所能的去做好 自己 妈妈或老婆 那个角色 但你又 发现 有时候你做再好 对方也不一定会给你 你想要的回报 我觉得你就要接受这件事情 然后反而去发展一些其他 就是 也希望可以看出剧 然后就突然间 顿舞之类的 会希望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对啊 不然很衰 我觉得如果放在现代来讲 我自己是留三连的话 我会宁愿 早早跟宋正元离婚 然后去过我自己的日子 把他房产抢过来 因为我觉得他们 他们内耗太严重了 就彼此真的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其实 我觉得他把他能量消耗带尽的感觉 而且他的青春就这样没了 真的有点可惜 可是他道德感也很重啊 哦 对啦 我就说道德感不能太重 不要自己束缚 如果他再现代一点的话 谢谢Candice 这个真的没问题吗 事实的道德沦丧 也是对身体有益吗 我觉得不需要对身体有益 可是至少看清楚自己 到底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不要太逼迫自己 为了符合其他人的期待 或甚至这个期待 是自己投射出来的 自己觉得我要符合 我觉得现在到这个时代 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状况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觉得开始 不知道也常常在一些社群软体上看到有些人可能 就真的是可能已婚很久 然后可能顿悟说 他还是喜欢男生的丈夫 可对的那个 的男生 他们还是怎么讲 就我觉得 但你会不会偏阿姐 没有 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感觉得到大家好像越来越能够意识这些事情了 不要跳 挖坑给我跳 对 如果假设是以前可能就是发现自己是那个男同性恋 但是又已婚的话 他可能就是封死自己的身份 然后可能到老这样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早能够去解决 或是大家越来越能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 像以前那个时代那种悲剧可能就不会再慢慢的不会再发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迹象 我们也希望刘三连这个角色不要再一直发生了 对 一直被牺牲 就其实是对 像我刚刚说那就是小孩刘三连 宋承熙跟阿姐真的都是牺牲者老实说 你看这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了这么大 就是你就知道觉得怎么讲 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去逼迫别人去喜欢上一个 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人或是性向之类的 但我觉得一定要做好自己就是想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那个想做的事情 要认清楚到底是我想做还是 别人想要你做 对对对对 或是我以为别人想要我这样做 对对对 要确认清楚 反常我觉得很多爸妈都会觉得 我觉得小孩会希望我这样做 那我去上考 我是为你好 你一定要这样做 然后就瘋狂瘋了 对啊 你为什么考试没有考很好 你这样会让我怎么样之类的 然后大家就 我是为了你好 然后开始狂哭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以为他有遭遇症 突然一下哭 然后突然一下就说 你这样怎样 有一点 有有 歇斯底里的身份居多 对啊 对确实有一点点 就是 我觉得女生四十岁之后 真的要找到一些自己的兴趣 不然好像一样 真的 开地图 你超级别号 超级不正确 不要再把重心放家庭了 多放回自己身上 小孩出去了 你就真的 放手吧 对对对 我觉得我就会经历那个时期 我有家人他会那个 就是 插小孩Instagram跟谁聊天 还会看每日的讯息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爸爸妈妈的 FB跟Instagram 完全都不加 真的 可是他会开始的讯息 很棒 超棒的 对啊 他们的生活 对啊 应该说双方生活都会慢慢可以有点距离 就是最刚好的 对 因为像像我 我也是 对啊 我也是 不太会把 自己的Instagram给别人 给家人看的人 你发文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Instagram就有家 就有家 然后发文的时候都要小心 想说我会不会讲到一些 政治不正确的话 但我还是想发 还好是他IG有那个 po自由文的功能 然后都不管 我都不管这样 open的 我是限时动态封锁我的家人 哦 都很尴尬 好啦好啦 但是我觉得 对啦 大家应该 对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自己跟家庭相处的一套方法 勇敢做自己 结论结论 对 你听我们的故事 可以越来越了解 怎么做自己 还有跟家庭如何处理 就是可以当经验参考这样 对对对 应该是还蛮有注意的 对啊 OK 我们之后可以聊更多 就是如何跟家庭和谐沟通的方式 可以啊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希望大家会留言 先不管 我就不用留言 我想要一点互动 我希望他们留言给我 那就有留言可以问 但我们还是会聊 好 我们还是聊 我们还是聊 或者什么 专家相谈室 只有会聊到 应该会啦 对啊 OK 大家可以尽情期待 希望有那一天 对 相信会有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 大概聊到这边啦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想要提出 建议我们可以聊些什么的话 可以在任何平台上面 留comments 就是留建议给我们 或是也可以在群组里面 跟我们说 有那个什么 或是你想要分享 你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们也非常欢迎哟 对 我们都会看哦 对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